我個人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但有加重的看法 我們從頭開始看起 這個盧献衣長得像丁學忠的說法 由我們許委員 許巧新 美鳳委員 親自認證 他認證是說 但是要注意喔 沒有任何人出來承認 他是說 有意識人員可能把丁學忠 誤認為盧献衣 所以拿了盧献衣的卡去插下去 好 這是許巧新所做的推測 沒有意識人員站出來證實 至少待會我們錄影的同時沒有 好 這個問題在哪裡 其實大家剛才講的都算是正確 我把整個場景還原 立院去簽到之後 意識人員會準備他那張卡 先拿出來 委員經常之後 他拿那張卡插下去 接下來才能投票 所以插下去的時候會看到 有差啦 好 那當然在投票的時候 大家會注意啊 投票不是說三二一一起按 不是這個樣子 沒有那麼緊張 不是在電動玩具場打機台 沒有那麼緊張 他會有一個倒數計時 好 那在倒數計時的時候 委員會紛紛過去按 可是這個時候 委員可能會因爲什麼事情 遺漏了忘了 所以過去立院是不是會有待按的 會 他看那邊有卡 人呢 算秒數不夠 趕快給他按下去 這種狀況是有 反正他人應該在哪 不然怎麼會有卡呢 所以這一次會不會是這樣子 因此把那個卡按下去了 就是有卡的位置按下去 確實有可能 就是有人覺得說 啊 如線衣啊 那個怎麼人不在呢 但他有卡 我把它按 但是我們BUGG回去 因為把丁學忠認成如線衣 所以把如線衣的卡插回去 但丁學忠的卡呢 因為丁學忠在那裡 應該是在演如線衣 cosplay這個角色啊 在場的丁學忠怎麼會有卡 這不覺得奇怪嗎 好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裡面是有貓膩的 但我們要看我們道德的長城 這個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防波堤 正義的北極星 公里的馬其諾防線 智慧的巴特農神殿 後面的省 好 皇宮國昌 當年只是戴案 他就跳起來了 怒法衝刊 沒有啦 這是螢幕壓縮 好 他就跳起來了 拿著麥克風直接強調 偽造文書啊 這不是偽造文書嗎 意圖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啊 不需要出來負責嗎 好 先不管這裡不離譜 當年他有這個態度 這一次這個事情 國民黨平排多了一票 他不出來抓公嗎 他還閃 他還講說一切都是民進黨的錯 民進黨人家只要討論一下 現在多一票呢 你民眾黨總共也差八票七票 直接人家多一票 所以你現在是要怎樣 這個事情要不要去追究 好 這個事情不追究就算了 我們來看對於年改的態度 柯文哲對於年改的態度 其實很妙 這個留言 當年世大運的時候 這個有年改團體阻撓進場 讓柯文哲臉上無光這件事情 柯文哲最下面 在留言區就有去吐槽 你和那些反年改團體就是來鬧我的 你就是鬧我的 好 那當然柯文哲可以說 小編寫的不是他寫的 但是國民黨當年的態度 這個韓國瑜嘛 能鬧就鬧 能分就恩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重點是後面 黃國昌的態度呢 黃國昌在時代力量是什麼態度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一定是反年改 而且黃國昌一定加碼到最大級 18咖一秒砍掉 所有的都是打掉重練 砍掉重練 這點大家都知道 好 你當年喊說民進黨這樣的年改 還不夠 那你現在國民黨送那些案子 你認為是夠還是不夠 來點評論嘛 來點會的嘛 所以這也無怪出 民進黨要立刻貼出 在開會之前 在投票之前 黃國昌跟傅昆錡在咬耳朵 雖然沒有交喘一聲 倒在傅昆錡的懷裡 但是我們也看得出來 顯然兩人已經有共謀了嘛 民眾黨想說你們國民黨票多啊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直接就不投 直接就裝死 好 民眾黨他現在玩了贊助 叫說我們對這個議題沒有立場 所以不投票 怎麼可能沒有立場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事情嗎 不是啊 國民黨他進行程序攻防 你所有程序攻防 你都認為進委員會是最好的嗎 那你就要具體表態啊 進委員會好 國民黨要談要討論很好 那你民眾黨就投贊成票啊 如果你是認為國民黨提這個案子 連討論都不開討論 本質就是錯誤的 那你應該把它否決掉啊 直接七票不投一個人不簽名 這叫什麼集體裝死啊 集體裝死 這就是民眾黨的態度 民眾黨 我們前面還在罵他 居然會這樣子 在這個雲林那邊選到倒數 不能講倒數 倒數第二了 正數第三了 那選到這樣子的成績 為什麼 地方要覺得你們老是在作秀啊 你們根本在很多事情 特別是艱難的議題上 不願意踩立場 只願意閃 所以回歸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在看 就是民眾黨 你什麼時候要針對反年改的議題 針對年改的議題來繼續表態 你在最後面的關鍵投票的時候 你會站在哪一邊 很可惜啦 我們現在從他的許多談判 我們還看不到這樣的風聲